全聯式 牛奶糖 哈囉大家好我是離空 今天呢又要來開箱全聯的食物囉 這次合作的是牛奶糖 超開心的 其實離空一開始只知道他們有跟冰炫風合作 但是後來又發現天哪這次全聯式跟牛奶糖合作 然後離空去全聯買的時候就發現他的品項跟之前比起來都少很多 不知道是我們這邊沒有進那麼多種 還是說他們這一次就只有出少少的品項呢 那我也沒有全買 因為有些品項其實沒有那麼吸引我 所以挑了四個我覺得可以試試看的 牛奶糖起司燒 上一次的教訓就是吃這個起司燒 都一定要先冷凍庫冰一冰才可以吃 所以我這些全部都冰過喔 牛奶糖布雪 我超喜歡吃布雪 牛奶糖銅鑼燒三重皺 它看起來就非常的好吃 所以感覺它裡面是夾了很多很多的料 再來是每一次都有推出的杯杯 它是牛奶糖慕斯杯 它這裡蓋住了 但我從旁邊看感覺他們這一次做的外觀有比較好看一點喔 冰炫風呢一直以來每一次都會有期間限定的口味 然後離空也是每一次都一定會去嚐鮮看看 那我覺得冰炫風一直以來他們出的口味啊 是屬藍莓布朗尼最好吃 我覺得它口感很紮實 然後又不會過甜 這一次的牛奶糖口味其實我還蠻擔心它會太甜的 不過我們還是要相信冰炫風 我怕它融化我先從它開始好了 然後它這一次啊 裡面還是有放那個小餅乾一粒一粒的 我覺得他們的這個口感都很不錯 超好吃的 我覺得它的焦糖味啊處理的蠻平均的 就不會不會過甜 然後跟冰啊還有它裡面的餅乾一起吃 非常的順口 我吃完冰炫風了 那我覺得其實吃到後面啊 會有一點點一點點膩 但是還好因為我是喜歡吃甜的人 那如果你可能平常沒有很愛吃很甜的東西的話 可能吃到後面啊 因為它的焦糖味很甜 然後冰炫風本身也是甜的 所以會有一點點的膩 所以可能大家要看自己平常是不是很愛吃甜的 總體來說我覺得很好吃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吃這個起司吧 牛奶糖起司燒 我覺得他們的包裝做得很好看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我怎麼覺得它好像比上次的小啊 上次抹茶的好像稍微大一點點 這次一樣還有叉子 不是這是刀子 我們來切吧 它下面啊是有料的 我不知道這個是 我不知道它放些什麼 因為它上面好像也沒有特別寫 它上面沒有特別寫說它下面的這個是放了些什麼 所以我們要吃吃看才知道喔 它的上面這一層啊 其實有點像是羊羹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在想它這一層該不會就是牛奶糖吧 然後它這個下面的這個一粒一粒的應該是紅豆 我覺得它看起來應該是紅豆 它除了紅豆好像還放了別的東西耶 有點像蒟蒻 然後 我覺得我有點吃不出來 它那個 加了些什麼料 因為它的起司味道非常的重 真的很推薦大家吃這個的時候啊 一定要拿去冷凍庫先冰個大概 30分鐘到1小時 因為冰冰的 然後 咬起來會很有嚼勁 但我覺得這個產品啊 它好像真的就是只有上面這一層 是焦糖 是牛奶糖的部分 然後其它就是起司 然後跟起司餅乾這樣子 然後還有配上紅豆跟一些小小的配料 就是它的牛奶糖味沒有很強 它的焦糖味沒有很強 就只有上面這個淡淡的焦糖的味道而已 然後配上很濃很濃很濃的起司味 主角反而比較像是起司蛋糕 接下來吃慕斯杯 他們這次的慕斯呢 是不是有比上一次好呢 一杯長這樣 有啦它又長得比較好看一點了 但是它的料啊好像 這一次也蠻少的感覺 不過啊做的好吃跟扎實比較重要 它裡面這一次一樣是有蛋糕提啊 然後加慕斯 都是牛奶糖的味道 所以它的味道相對於前面兩個是重很多的 它這裡面一樣也有果肉耶 它這一次都沒有寫說裡面的配料是什麼耶 但是我覺得搭的還蠻蠻好吃的 但有點太甜了耶 我覺得 完了這個吃完感覺會胖5公斤 它的焦糖味明顯比前面兩個還要 還要重許多 但是相對也是會 有點膩 還是因為其實是因為我前面已經吃太多東西了 接下來呢來吃這個好了 牛奶糖布雷 小小一顆 欸它中間有一個 放料的地方 感覺它的料甜的滿滿的 我開動囉 它這個料啊 它這個餡其實是分兩層 下面這一層是比較淡的奶油 然後上面是比較濃的 焦糖 牛奶糖味道 這個其實真的滿適合當下午茶點心的 而且我覺得小朋友應該會超愛 完了我覺得我現在一定要去喝水才行 好甜好甜喔 我吃得好飽喔 因為我習慣是只要東西拆封 就最好是把它直接吃完 所以我剛才除了那個起司的太大個 沒有全部吃完這位 其他都吃光了 超級飽的 而且我剛剛還灌水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看自己平常 的甜度是習慣吃到哪裡 像我的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我蠻愛吃甜食的 所以我大概去買珍珠那一餐 我都是點那種全糖 然後少冰的 所以大家要看一下自己平常吃到哪個程度 最後終於剩下最後一個了 我現在覺得我吃很飽欸 我覺得我吃不下了 它這個做得很漂亮 但是我的膜這樣一 拉起來 它就被我毀掉了 希望它不要太甜 但應該不可能吧 看它的樣子就很甜 我一直以為我是很能吃甜的人欸 它是 它是雙層的耶 還是說 其實是三層啦 一層是底層 然後中間一層 再上面再一層 這樣還蠻扎實的欸 它多少錢 它五十九塊 我覺得這樣子如果好吃的話 好像蠻划算的欸 因為它除了內餡這個地方很甜之外 它上面還有一層這個焦糖 所以它的甜就是DoubleDoubleDouble甜 好甜喔 真的我覺得這個系列我吃完 我現在應該已經胖10公斤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牛奶糖開箱 好甜真的好甜喔 現在回想起來Oreo那個什麼起司啊 都不算什麼 那個是屬於差不多 我覺得半糖差不多 珍珠奶茶買半糖的人呢 可以吃前面的Oreo啊 還有那個起司燒 那如果你是喝全糖珍珠奶茶的人啊 你就可以試著吃那個慕斯杯啊 還有那個布雷 如果你是超級甜食控 再甜你都吃得下去的話 就可以買剛才那個銅鑼燒 它的甜度真的是有分等級上去的欸 但其實都很好吃啦 可是可是可是 真的要考慮一下 你平常吃甜的程度到哪裡喔 好啦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喔 希望大家去全聯的時候 如果有想要買這個系列的話 還猶豫不決的話呢 就可以參考這支影片喔 希望對你有幫助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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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囉